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不是由于假看等等因素 是心脏本身的原因 那么这里面有可能是遗传的因素 所以把它谓为遗传性的心肌病 但也可能是更为复杂 种种混合在一起的这种因素 那么这里面有扩展性心肌病跟限制性心肌病 我们重点要学习的是 扩展性心肌病跟肥后性心肌病这两种情况 那么我们把这几种心肌病三种 我们把它比较一下 看上去非常复杂 但同学们就抓住这些名字就可以了 扩展心肌病 它肯定是个扩子 就是不明原因的 它也可能是由病毒心肌炎发展而来的 逐渐逐渐心脏就扩大了 因为心脏扩大跟扯橡皮筋量的扯扯扯 它的功能 它的收缩功能 主要表现的是收缩功能 就下降了 所以色血分数是限低的 就表现为收缩功能的障碍 而肥后性心肌病 同学们抓个肥子 心肌还是肥后的 并没有什么扩大等等 但为什么会肥后 遗传因素 现在整体来讲 病因并不十分清楚 但是心肌 或者是整个的时间格 主视比的肥后 更常见的是时间格 局限的时间格的肥后 后面会给同学们详细介绍 但也有一部分就表现为心肌的肥后 那就是心肌肥后 这种心肌肥后 在心肌肥后的这样一种类型 那么肥后性心肌病 因为他肥后 他就相当于一个 施展不开的健美运动员 或者叫举重运动员 看上去他很有劲 但是他死不善尽 为什么 他一肥后了 心腔变小 他舒展不开 他舒展不开 所以他色血风俗一看上去很有劲 但是因为心脏舒展不开 所以他整个还是不能达到 舒展搜索的这样一个功能 而限制性心肌病非常非常少见 他主要表现的是右心衰 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 这里给同学们举个例子 同学们对心包炎 或者对俗着性心包炎 我想结合性里 可能同学们会有一个印象 我想俗着性心包炎 就是心脏在外面 因为心包炎 纤维发把心脏给 给包裹起来了 心脏舒展不开 所以就引起右心衰的表现 紧进门入章 肝脏很大 肝紧肥瘤症严性 限制性心肌病 是心内膜的包起来的纤维发 所以有文章讲 限制性心肌病 酷是 现在经常讲酷是吧 酷是 酷是性心肌炎的表现 但是临床非常少见 非常少见这种 那么我们重要的 就是让同学理解一下 扩展心肌疾病 重点抓 扩 这个扩 它涉血分数是下降 心脏是扩大的 死鼻跟扯橡皮筋样 它就变薄了 心脏往往都是大的 先是左心衰 这样的一个 当然也有各种心率失常 而肥厚性的 因为它现在是肥厚 色血风速看上去很有力很好 而且它这个容量是缩小的 心腔是缩小的 实际是明显增厚的肥厚 这个开始也是大等等 这个后面才出现心衰 它是后面的 而这种往往肥厚很差 这种甚至可能就喝到老年 因为它根据不同的情况 甚至可以不影响正常的这样一个寿命 而这种就很罕见了 这个比同学们抓什么特点 抓名字 扩展性 肥厚性 抓住这个名字 然后等一下会有一些病理的图片 给同学们看 同学们就理解了 但同学们不要问 为什么肥是扩 为什么肥是肥 这个就是不是太清楚 扩展性心肌病是有一部分是心肌炎过来的 有一部分可能跟遗传有关 跟家族有关 有一部分根本还找不到原因 肥厚的现在认为跟遗传是有关的 但总体来讲还不是太清楚 这个就是给同学们把这两个病比较一下 那么我们从整体的从临传学这个角度 再来帮同学们看一看 比较一下这两个病 我们就不从每个病来讲这个角度 我们横着来看一看 还是抓这个名字 我讲扩展性心肌病 首先就是扩子 病因不轻 可能跟心肌炎有关 那么以扩张为特点 甚至变成流心 正常的人的心脏是一个拳头这么大 流的心脏大概是四个拳头这么大 那么就是这个病人的心脏可以变成 我们讲流心很大 扩张 那么它的临传表现是慢性充血性心衰的表现 就是慢慢慢慢发生的这种充血性心衰 病人可能半年前还好好的 突然近期觉得走路走快了一点 也感觉出气不赢 平常上四层楼一点问题都没有 结果现在上一层楼就要休息 在这种情况下 病人觉得哎呀我这怎么了 我要去找找医生去 来到医生里面 他还很形象地会跟医生讲 医生我真不知道为什么 我半年前我三个月之前 还是个好好的一个人 现在走路我都费劲了 爬楼都爬不上去了 这个时候医生就要警惕了 这个是什么情况 就是一个慢性充血性心衰的这样一个表现 那么刚才前面提到 为什么这样的 慢慢扩大以后 心脏扩大 收属功能的障碍 这个是扩张性心肌病 它的临传表现呢 就是三心 前面讲心脏心理失禅 心脏扩大心理衰竭 这是不同的这种组合而已 有心脏扩大 有这种出气不赢 刚才就是心理衰竭嘛 甚至还有右心衰的表现 这个都可能出现 心理失禅可以出现 各种各样的心理失禅 心电图 有心肌脑损的改变 有STD等等 甚至还有小扣波 为什么 它可能有局限的file 这个书上都提到 但是我们给同学们 就是把它整理 归理一下 便于同学们记忆 三心加一酸 同学们还在边上 三心加一酸 什么酸 腹壁血酸 腹在壁上 同学们去想一想 这个心脏扩大了 输出又没有劲了 这个血在里面就是什么 就有预计 就是流体力学院的 就会附着在心死壁上 形成这种血酸 这种一脱落又可以引起什么 酸塞的症状 这个书上在前年他也跟你提到 所以我们把它串起来看 那就是这样的 这个三心 慢性冲血性心衰 加上三心的这样一个症状 再一酸 他的诊断 诊断呢 就是刚才提到了 他就是一个心衰发展的过程 成为一个典型的心衰 摆在我们面前 但是你排除 又不是冠心病 又不是高血压 又没有假看 又没有其他的所有的引起这些疾病 那么我们最后就得要考虑这种 就是扩展性心肌病 这个就是扩展性心肌病的我们临床诊断 我们倒回个头来看看肥后性的 肥后性刚才讲 他就抓住一个肥字 肥 那么他可能目前认为是基因 甚至明确地讲是产染射体的 显性遗传 是在哪个基球蛋白 基链蛋白里 哪个基因上现在也进行克隆 但是这不代表全部 还有一部分肥后性心肌病 病因不是清楚 但是我们可以讲 肥后性肌病主要是跟遗传 跟基因突变有关系的 它跟扩展性肌病是有些区别 然后它以肥为主 以肥后 更常见的肥后 同学们在哪里呢 心烦 最最主要的就是时间格的肥后 最常见的就是时间格的肥后 时间格一肥后 就把这个着死流出道给挡住了 着死流出道就正好在主动的半半下 这是主动的半半下辖子 所以它又叫做IHS 原发性的主动的半半下辖子 就是大家在下面标一下 因为有时候到病房区 它可能就写一个IHSS 那么实际上就是一个非对称性的 梗阻性的 梗到哪里呢 梗到了左死地 流出道地 这样一个瑕疵 这是最常见的一种 这是最典型的 当然我们也讲 可以由局部的心肥肥后为主 也可以是均匀性的都后为主 但是最常见的是时间格 最主要的特征是后 这个是它的这样一个特点 那么它的症状就跟不一样了 扩展性心肌疑病 刚才讲的是慢性充血的一样过程 肥后性的呢 那就决定这个肥后的程度 同学们想一想 不是很重的话 那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表现 重一点的话 血打出去 给冠状动脉供应不足 那就会什么 心脚痛 可以出现心脚痛的症状 跟老动脉供血不足 可以出现头晕 甚至晕倒 如果病人还情绪激动 这里更加注射 病人可以晕倒 可以晕倒 所以它的临床表现 可以出无症状 甚至到猝死 曾经前些年 有个运动员 在跑步的时候 突然猝死 最后尸体解剖 什么都没有 就是发现肥后梗塑性心肌病 这个原因也是青年人猝死的一个主要原因 就是同学们可以记下 是青年人猝死的一个主要原因 它的临床表现 同学们想一想 由于病人的临床症状变化很大 它可以没有症状 也可以很严重 甚至猝死 那么它如果是经常头疯 心脚痛或者华立来看病 我们这个时候 在体检的时候 听诊就显得非常重要 因为它是在这里有狭窄 所以书上也提到 在心谷左园的三四的间 会有一个什么 竟然是狭窄 非常粗糙的 那种吹风性的杂音 它就是全收书期的吹风性的 这下会有这个杂音给同学们听 就是同学们把那个杂音 AVF导连 也包括一导连 可以出现生而不宽的病理 就是扣窝 也叫病理性扣窝 生而不宽的 可以在二三AVF 出现这种扣窝里 同学们学过心肌梗屎没有 心肌梗屎在下臂心肌梗屎 可以出现二三AVF 病理性扣窝 还可以在肺梗屎的时候 出现病理性扣窝 再就是在肥后梗屎性心肌病 肥后梗屎性心肌病 所以如果今后有什么问题 在哪些情况 可以出现病理性扣窝 同学们可以达上这三种情况 肺梗屎 急性下臂心肌梗屎 以及肥后梗屎性肌病 这是第一个 就是在心电图 但是心电图可能还有脑损的表现 我就不多讲了 那么超声心肌病图 最有意义的最有意义的一个结果 就是这个厚度 时间格的厚度一个值 比上所使侧臂的这个厚度 大于1.3 就是它比它要大 那就可以诊断了 所以这个1.3 请同学们记住 就是时间格的这个厚度 比上这个厚度 这个是一个诊断它的一个指标 诊断这个一个指标 当然书上还提到了 上增 上增 我这里形象地给大家 比喻一下 同学们读中学的时候 在流体力学 可能中学的物理老师 就拿个两张信指 中间一吹这两张信指 应该就是挨拢的 那么由于这里面的流出道的压力 在通过去的压力非常大 就类似于这个 它一色血从这里冲出去的时候 就会把这个二间半 二间半的前半 也会像锡子一样的 更加吸到间隔这边来 而且造成流出道更加的狭窄 它们这边一吸以后 二间半不就相对关闭不全了吗 好 二间半这个血又反飞到 二间半出现反流 等一下有动画给同学们看 这个就是所谓的三五针 有时候考研究生的时候 可能会用到这个 我就给同学们讲一讲 这个你看比较一下 那就是扩展性性疾病的过程 是反慢的 没有这个特点的 最后要靠排除其他的诊断 而肥后性性疾病 通过超生 通过心电图 通过杂音 是可以诊断的 这是临床特点 不一样 那么预后呢 同学看看 扩展性性疾病 既然是反慢心衰 到了这个时候 已经说再要这个拉残的 这个我们讲 橡皮再回去 就非常难了 所以他的这个预后 是很差的 五年生存率 只有大概就百分之四十年 就只有百分之二十左右了 所以他这种往往 我们经常讲到心脏移植 很多病人 他的最后的 接受心脏移植 就是这种 扩展性性疾病 晚期 中末期的这样一些病人 当然在治疗中 尽管就是说 预后差 但还是要休息 以及针对心衰的强心 力量 就是这个扩血管 另外贝塔受提组织剂 这样的一个应用 包括心脏移植 这个对扩展性性疾病理 这样一个治疗与规短 总的来讲 这个就是刚才给同学们讲 那扩展性性疾病的诊断过程 第一个 你可能做到诊时 可能在病房 这个病人会跟你讲 他几个月前 半年以前 还是好好的 突然慢慢慢慢慢慢 出现出息不淫 活动能力下降 最后你一看到这个情况 你给他做个操身 发现心脏是扩大的 这个时候 你就要警惕了 是这个病 但是我们往往 不太愿意下这个病 一旦下了 同学们看看 就意味着什么 后面的预后是很差的 所以我们常常还会去找 你有没有冠心病 有没有高血压 有没有得过假看 这些其他的情况 所以通过排他的诊断 但一旦诊断这个 那我们就按照 心衰的 慢性心衰的治疗 总的来讲 他的预后是不好的 而肥后型心肌病 他的过程是多变的 他往往你做到诊施 或者你在病房 是通过B超的检查 而偶尔发现的情况也有 当然也有一部分病人 是晕厥 或者是什么原因 再来的 但总体来讲 这个病的特征性会更强 而且他的预后 也是多变的 为什么多变 就是讲 他根据他狭者的程度 不一样 而决定了他的多变 那么他的治疗 同学们也容易理解 心脏既然厚了 输出又那么有劲 但是实际上 他是无效的输出 输展不开 这个时候 就干脆就给他 贝塔素的组织剂 因贝塔素的组织剂 因钙离子结看剂 来进行治疗 另外一个 可以通过手术的方法 把这个 什么 把它切掉 还可以通过什么 因为同学们都知道 这个时间格 是有时间格动脉 来营养它的 时间格动脉 就是通过 左冠状动脉的前降值 那个力 那么我们如果插一根导管 插到这个 前降值 再插到这个 时间格动脉里面 在这里面打无水酒精 99%的酒精 就会人为的造成一个 尖鼻的什么 梗屎 心肌梗屎 它就萎缩 这个就是 发学 消融 就是前面我们讲 心率失禅 可以物理的这种消融 这个就是发学消融 这种效果也可以 另外还可以通过 起搏器治疗 通过幼时的起搏 让坚决往右边 收拾 让一辆 把这个减缓 这个压力皆差 这个都是治疗 这个的一些 一些办法 那么下面呢 有些这个实体的一些 我们给同学们看一看 这个就是正常力 我们这个模型 正常力 如果是这样 那么扩 那就是整个都扩大了 整个心脏的扩大 这个就是扩展性经济疾病 那么正常力 你看心腔 应该还是有一定的容量的 这是时间格的厚度 那么这么 同学们看看 这个就是时间格 明显的肥厚 那么胸腔呢 是变小的 左指腔是很小的 这个就是 也是扩展性性经济病 那么 大家看看这里是 超生下的 这个时间格 非常的厚 这个也是时间格 很厚 因为后面还有 活动的图 给大家看 这个就是心脏扩大 心脏全部 我们叫普大 普遍扩大的心 这个就是 IHS就是时间格 肥厚 那这里基本上 把这个流出道 全部给站住了 就是IHS 同学们不要问 为什么会这样的 不清楚 现在还不清楚 但是一开始 这个心脏慢慢慢慢 就发展成这个程度了 那是基因的突变 所造成的 然后扩展性性经济病 那心脏整体 这样一个扩展性性经济病 这样一个表现 那么前面刚才提到了 就是关于起波器治疗 我们可以起波器 放在这里 收书 把这个时间格 往右边给让一下 可能有一定的效果 但是目前 对这个还存有 这样一个争议 这个就是 把这个起波器 埋到皮下 透视下面 这个 有的起波器 本身有的就是 它就是除颤 就是前面讲的 ICD 它具有这种 饭垫的除颤功能 因为扩展性性经济病也好 肥厚性性经济病也好 它有时候可能发生 三心里面的 活性的心理失禅 如果有这种专制 它发生心理失禅的时候 它就会给它 就会给它 饭垫除颤 这就是这样一个 另外一个 就是书赛里面 也提到了 就是三腔起波器 就是关于同步化 就是扩展性性疾病 最后心脏扩大了以后 它的这个心脏的同步性就差了 应该右心死跟左心死 能够很同时的进行收缩就好 结果如果心脏扩大 尤其它的QR是波 已经很宽的时候 它就会发现 右死跟左死收缩老不同步 这个也有一个很好的 这样一个方法 就是在右死犯一根电剂 然后在左心也犯一根电剂 当然这个左心电剂是通过 冠状经脉斗到这个左心外磨 这样一个地方 通过同时让左右心死 这样一个我们就叫做 再同步化的治疗 心脏再同步 它可以让死内同步 也可以让凡死就是PR剑气不要延长太多 也可以让时间同步 恢复这样的心脏的功能 它这样的一个作用在哪里 就是本身这个心脏就收缩不好了 如果哪怕我们来给它减肥5%的作用 可能在我们身上一点都看不出效果 因为我们本身就很来劲啊 但那个已经没有劲了 这个时候稍微给它一点点 会起到这些作用 目前它已经治疗某种特殊心衰的 就是一类指针 就是如果病人符合这种情况 医生就应该要让病人接受这种治疗 这个就是一类指针 这个就是这个图 这个是X线下的 三根电剂 一根在心反 一根在左肢 一根在右肢 这个一根在右肢 一个通过这个冠状斗在左心肢的 这个外膜下面 一个在右肢 这个就是所谓的三 双十起波 三枪 一枪 两枪 三枪 三枪起波器的双十同步起波 这样一个概念 这个就是关于心脏的这样一个治疗 我想最后呢 给同学们再看一看这个 也是这个 动画 来加深同学们对于这个理解 一个是这个杂音 重点是在意这个杂音 另外还有一个扩张性心肌病是什么表现 肥后性心肌病是什么表现 大家一看这个就是疾病的分类 我们在这个打开 我们是心肌病 大家首先看一看扩 看看病 心腔扩大 实比变薄 这个就是同学们有一个形象概念 但同学们不一定要追究 为什么会造成这样一个原因 那么看看如果造影 同学们会看看这个整个心脏好像都不太收束 他一扯开他收束没有力 心脏像一个大桃子 没有那个 而且这里面也会有发现一些反流 为什么会二肩膀反流 心脏太大了 二肩膀相对关闭不全了 像这里有个血回去 看到一个黑颜色的就是照影机反回去 我们再看看超生 大家看也不太收束 超生情况下也不太收束 整个心腔很大 心腔很大 实比相当于很薄 而且这里面还隐隐约约可以看到什么 腹壁什么 血酸可以看到 如果它一脱落 就会引起酸失的症状 这个同学们通过这样一个动画图 就更加明显 这个就是扩展性心肌病的表现 扩展性心肌病的表现 就是慢性充血性心酸来找我们 我们排除了其他原因 最后超生一看 心脏普大 没有劲 实比薄 如果排除了其他原因 我们就给它下 扩展性心肌病的诊断 而且这种育后往往是很差的 这个是扩展性心肌病 那么我们看看肥后性心肌病 肥后性心肌病 那就是一个肥子 这个是你看正常的 你看整个 这个就是均匀了 还不是时间格的 同学们 车笔也后 前笔也后 时间格也后 心肌那就是很小了 所以它看上去像个比重运动员 但是它什么 它打不出拳头 没有用的 这个就是肥后性心肌病的 这样一个 好 大家再来看看这个 全搜索级的杂音 大家可以看看 这里有一股黑颜色的返回去 这个就是萨姆针 就是二肩棒反流 这个你看 心腔实际上很小 搜索看上去很有力的 但是它舒展不开 我们再看看另外一个 那就是这一点点 心腔就是这么 这个照应机在这里面 看上去很有劲 但是它心腔 非常的这样一个小 这样也是一样的 好 看看这个画面 十笔后 流出到这个明显的就 瑕疵被堵住了 它听到这个杂音 很粗糙的 搜索级杂音 好 这里就可以看到 同时这个就是超胜的结果 那时间格这么厚 这个一点点的流出到 好 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个是卡通 好 我们再看看 这个超胜另外一个 同时同学们看 就是心腔就是这么一点点 这边上全部是肥厚的心机 再看这个 我们看残出 这个全部是 所以它很容易产生什么 猝死 晕厥等等 像这样严重的 那么治疗 我们可以用贝塔受的组织剂 用钙砍剂 还可以用化学消融 把这一块给它消失掉 让它萎缩掉 这个就是肥厚梗乳性治疗 另外一个 最后同学们想想 这种搜索器的杂音 如果要让这种杂音变响 同学们有什么办法 如果用炎帝反什么 肯定是想的 你本来就搜索了 用炎帝反是搜索的 所以这种病人是禁用炎帝反的 不能够用炎帝反 如果要让它杂音变小 有什么 那就是贝塔树的组织剂 当然是变小的 杂音就 但是还有其他几个因素 通过动画的形式 让同学们理解的记录 因为你们书上也讲了 首先是瓦沙瓦动作 大家看看 做瓦沙瓦动作就是 吸一口气 闭住 那就是瓦沙瓦动作 好 吸气 你看 杂音越来越下 同学们注意没有 为什么 你看这个重割都给它压住了 本来就下着吸气发弹 但是这还有 肥心血量等等的问题 当然是便于同学们记忆 同学们看一看这个 好 这个没有吸气了 准备瓦沙瓦动 吸气 重割 大家注意重割 因为有肺膨胀 杂音什么 变响 所以瓦沙瓦动作 是使杂音变响的 这个第一个 同学们记得 为什么 变于记忆里面就响 把这个 本来就响 更加压下去 但我再重复一下 有血流动力学本身的原因 好 第二个动作也好 另外的情况也好 我想举个例子 来跟同学们 同学们在生活中 有一种 我们经常打比方说 半铜水 什么 淡得很 是吧 就提半铜水 第一次那个水 坑坑坑坑坑 有时候洞出来 还有一点 一铜水就不太容易 肥到这里 还是很适合的 就是在肥后 耿鼠性心llen们 你如果让心腔 左思腔里面 变成半桶水 它的杂音就会增强 让它回血血量增加 它的杂音就会减弱 跟这个比方式一样的 同学们看是不是的 瓦沙瓦动作 我想同学们已经记住了 理解了 我们来看这个 现在是平坦的 杂音 把血赶回去 那么就变弱了 这飞行血量减少了 半桶水就更弹了 好 同学们再看一看 打下去 血一击在四肢静脉里面 抬起来 把血赶回去 这个 好 同学们记住一下 蹲住把血挤回去 杂音变强 这个就是你们书上讲的 班同学们的 但这个还不是主要的 同学们去想一想 假设用硝酸钢油灰是什么结果 硝酸钢油扩展静脉 肥腥血量减少 肥腥血量减少 杂音是什么 增强的 所以肥后梗阻性心肌病 有两个药是禁用的 一个是延底盘 一个是硝酸钢油 所以这一堂课给同学们 总体来讲 就是比较这两个心肌病的 临床特点 他们的愈后 他们的这个治疗上的一些特点 然后最后呢 同学们通过这个动画片 很好的形象里了解一下 扩展性心肌病是以阔为主 肥后性心肌病 最主要的是以时间隔离肥后 引起着实流出道的狭窄 尤其它这个特征性的杂音 会受一些因素的影响 那更多的认识这个病 还靠同学们到临床中 去逐渐的去认识 逐渐的去熟悉 那么这个课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